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是复刻专家李文博士 我好像上错节目了 看过这种节目吗 说徐主席我最近下边有点 我常常看到那几个所谓的专家 在晚上的广告节目里面 我知道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收入 可是我觉得他们损失真的很多 他们自己这么看到 他们不难过吗 还有什么著名相声节目主持人 也在那里老主持半夜的这种节目 那我管不着 但是某一种经常出现的 我认为要学习李文 枪枪三人行应该向他们讨要节目形式版权费 那都是枪枪三人行的形式 很多节目就是咱们这么做的 这位是徐老师我就想问问 我每次看我就说 什么学会主席博士生导师 真的假的 如果是假的 那是不是现在就是骗子 那就给抓起来 但是如果是真的 那你这些学者怎么就在半夜里卖药呢 他可能就有些好处 这种节目在国外也很多 都是一两点以后才开始的 所以有些睡不着的人 或者是真的会打电话 会去order这些产品 或者是他们一定卖个东西 你没觉得我现在在北京 你没觉得到晚上 从大概12点左右 对 蹦蹦就按吧 全是这个 他有一些艺人上去呢 把他品牌都打烂了 对 但是卖东西是 美国也是半夜都是广告 但是中国的这个 未免太集中一点了吧 你去看那个几十个台的广告 无非就是封胸啊 然后就是性的什么 八点黄金档也有啊 你不是右脚上脚 全部什么性脉 这个什么这个医院 那个也有 你不用等12点 要是外星人跑来不了解的话 以为这个国家的人 真的健康出了大问题 而且性健康出了大问题 东亚病夫心结 那个不光是什么明星 我现在发现比较时髦找外国人 你没觉得吗 这种卖药的 大家应该觉得中国人喜欢看 我今天不是讲教育的话 怎么回事 我带了这么多资料 我就说到了这些专家学者的问题啊 我就所以我就要跟你讲讲教育的事啊 最近这个 这都是一些一些真的假的呀 说这个英语啊 四六级 我首先听到一种谣言 说四六级考试要取消了 然后呢 人心大快 可是后来他们说不是真的 确实有这个争议 有这个案子要出来 很多人反应 不要这个四六级考试 说太折磨人 或者对很多大学生来说 太不公平了 这你是专题啊 从这个信定到这个英文教育 让我转一转 好可以了 可以了 关于这个四六 你知道我是 我英文教育专家了 可是对大陆的协着 我也是慢慢在琢磨 因为我在这边只有三年嘛 那我的感觉是说 我们在国外也有像讲的说这种 SAT或者GMAT或者GRE 当然那是英文的母语啊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high school 就是中高中 高中的时候就有manitory 一定要学两年的外国语 比如说德文 意大利文 西班牙 有选择性的 对 那到了大学呢 你可以也要学两年 还是一定要让你避不了业 可他那个考试呢 最后的考试 和我现在看的这个 2005年的1月4级的这个A卷 还有B卷啊 好假的 你瞧在这个资料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都有一点难了 你都难啊 不是难 对我在我想到我在那时候 假如说我是英文是我外语 或西班牙是我外语的话 我考那个试没有这么难 所以我了解现在学生 你的意思就是四六级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内地 现在中学大学的一个 必修课程 对 太难了 我觉得太难了 比如说我们讲过 假如说你是做艺术家 或者你是做电脑的 电脑科的话 那你要学这么多的什么 呃 这些我看的都是 只要怎么写这个世界末日的局面 需要学吗 没有必要学 我觉得应该有三五级 就是给一些 不是呃 本科的什么 本科是自己的 不是学英文的 那那一个是专业的英文的 假如说你要去做翻译人员 或者是在做传媒的 或者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四六的话 我就把它取掉吧 你知道我的四级六级全过 哦 不错 当然了 我这里面还在教我学英语 我大学毕业四级 后来我一想闲着没事干吧 六级也考了吧 六级过了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作弊的 哦 我发明了一种绝世无双的 你这样讲的话 你这样不能乱讲 因为在国外你说作弊 他们还会再回到你的这个记录 把你那个 可以啊 无所谓 现在蒙过去了 还管他那个 你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跟那个卖 卖假药的一样嘛 就过关嘛 你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真正的理想 我跟你讲 李文 其实我很那个 倾慕你 不是 什么是倾慕 是错误 你看他也不知道 无所谓 就是说啊 我挺喜欢 像你学英文的 为什么呢 我在凤凰卫视啊 确实很自卑 因为所有的主持人都懂英语 就我不会 就会说那个他妈的救死 不是每个英文都讲的好的 你还挑他们的那毛病 那我就根本不会 但是就说 我觉得太需要了 可是我需要的是真的会啊 可是你那些考试 你知道现在他们说 那英语学校时髦的 就是成了一门树 你这个人可以考试考高分 但是你是可以不懂英语的 我教你招 这个老师啊 专门研究这个 什么样的题型 你尽管你都看不懂 但是你看到这个里边 有这个单词 有这个单词 多半他的标准答案 你就写哪个 这是一套法术 教会了你 你就能过关 所以补习班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在新东方也教过嘛 就是一对三百个学生 我一看吓呆了 我说这种不是我要教的英文教育 所以我那时候也没做了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 应付英文 他们考试 大家都说number one 像那个雅思 你知不知道去年 他的一个统计 说oral english 就是绘画 倒数第一是谁 就是考的最烂的 中国 对中国的学生 可是哪个政府 投资的最多在英文教育 中国的 对 就很讽刺 就是你考了半天 你说会不会用不同的方式 补习班赚年 你考试不好 他现在只是听写读嘛 对听写读比较好 没有说的嘛 四六都是没有说的 现在四六开始新的版就有听力 还有这个电脑可以就学tofu嘛 跟电脑开始有 你说这里对马不对这个什么牛不对马那个嘴的话 早晚会破窗会 你问你这玩意 国家说是我看了看 说是去年啊 说是还做了一个调整 但是人家说呢 越调整越出问题 可是呢 给你成绩单 就告你考多少分 但是也不设及格线 可是你不设及格线 学校里面却设一个红线 比如说原来是100分 60分 他现在叫700分 可是学校可以设一个400多分 作为一个线 实际上等于换汤不换药嘛 而且这样了 大学生找工作用人单位拿到你的成绩单 过去呢是都知道及格了 这次呢 人还知道你考的多少 你更给学生增加了门槛 对对对 所以是现在这问题 我觉得有这个score 我觉得不错 像我们在国外 香港有 对 因为你看SAT的话 我们是1600是perfect score 你拿到1600基本上可以保送Harvard 或者Slamour 对不对 是Stanford Harvard这些的学校 可是你没有一个standard 你没有一个标准的话 你怎么去 当然我知道那是SAT 那现在我们是个外语 何必那么严重 SAT就是美国的高中的会考 对 这个成绩考得好呢 就大学就可以去 我们在高中就开始奔身子 我以为是CIA的科学股吗 SAT 你老讲的那是SAT 倒不知道什么 可是SAT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 就是好像这边的TOEFL的感觉 也不像不行 可以说实在这样讲 是什么呢 反正我也不考 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 高中会考 就开始 不是 就开始很急很急的 就是像这边的很急 四六级 马上就是本科都不学了 就看了看英文 就我们在美国的话 就是从高中开始念SAT了 咱们这个先去一下广告 OK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吗 徐老师 我是李文的 我不敢请他做节目 因为我是他的英语 强制教育目标 每次一来 今天又要教我 你看还专门准备了 是吧 对准备很多 今天要教我什么呢 先给你 我不是打书啊 这个书已经出了很久 就是我这两本 就是我是英文教授 所以大家忽悦我真正的 饭饭碗前 饭碗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斗予 斗争只是灭于暗号 对 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一些 我们刚刚讲的C 那个就是四汉六级的 就是说很多人就是 学来都是以后都用不到 都是适应 完了也就为了升官升学 完了最后都学不了 我想学一些好的 就是说有领语的 有介入这个文化的 有用的 对 生活上用得着的 好 比如说我们的发音呢 本身发音有很多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的老师 都教得不太好 那我就写了一本书呢 我们看看啊 就是说这个音呢 那中国的朋友们呢 学生们都不太发得出来 你会这个音吗 什么音啊 诶 不错 不错 对 好 那我们来学一 虎音 这不发出那个猴音 对 所以发音时你嘴要 来 微张开 OK 上下尺 消消分开 舌头放在这 对 只露出部分上尺 舌这个舌头 这个什么 怎么讲 位于上下文指先 对 对 气流速度慢 这样做的结果呢 就是露不到声音 不是你要 你知道 你这个 舌头还要分回去 完了你的手呢 要摸你这边 好点摸着 有没有那个震动的 怪不得外国人说话 喜欢做手势 不是 我就是这样教你 你说的 是不是有一个震动的音 对 OK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啊 讲一些生字 Mother 对 不错 这些生字都常常都会有 TH的音 对 好 那我现在给你一个绕口令了 就比较难了 来 讲这个字 讲这个句话 Samantha 333,000 throws 可以吗 咱们输行 你要不要试试看 没有 这个就是说 有这个TH音 那我全部都把它放在里头 所以应该是 Samantha threw 33,000 throws 所以 就是那个TH 就是你的tone 要再改一改就OK了 不错 有进步 好学生 逗学生 主要是对 美女 我跟你说 他只要美女 交集 不是 我最近是有一个体会 我去了趟非洲 蒙拉萨 我发现了 我的英语 其实全在潜意识里 但是呢 有实话 需要一些刺激 我跟一位非洲的美人 我们电视台的一个合作者 一个女制片人 你别说最初跟你也差不多 就是穿着三点式 游泳衣 身材积极性感 然后在游泳池旁边 我们一起躺了三天三夜 三天 没有三夜 就是晒太阳 俩人家躺在一块 他们在忙活准备节目的事 我们就聊 聊到了很深入 聊到了他的婚姻 他的人生 我怎么发现在这种情况下 好像我的这个英语啊 有一个苏醒 李文你受到启发了没有 对于这些学问英文 没动力的人呢 就得要有个游泳池 要是三点四 我发现 我不是不会的耶 你想我就问这个女的 我们都能谈到什么程度 你看你现在让我用英语讲 我讲不出来 我刚刚怎么 来再讲一遍 当时我说这些话 都是用英语跟他交谈的 我说这块伤疤是什么 他说这是他那个白人老公 把他从四楼扔下来时候 留下的痕迹 最容易听得进去 后来他就不喜欢白人了 他说我要嫁个黑人 但是黑人老公呢 要娶第二个老婆 他也不行 于是他就说 说你呢 你要帮我在中国 找一个中国男人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中国的 他可怕就是要给你回来了吗 反正留一电话 留一电话 不过这样你讲的对 因为我觉得很多老师 很多学生跟我说 李老师我们学了一辈子 这个 这个哑巴英文 你可不可以跟我教一些 好的一些tips 这些怎么讲 就是说suggestion 就像你刚才讲 就要把英文全部入到你的lifestyle 你的生活之中 厚着脸皮讲 那看一些这种喜剧片 不要看一些纪录片 悲哀的东西就不要看了 那就是看一些小说 你喜欢hammerway就看hammerway 对不对 你喜欢看散文 你对这个电动玩具 你也去看 就这样是要你的兴趣 这一头 好 第二课 这些我一定好好地讲 但是呢 社会更关心的是 你作为一个搞英文教育的人 你对国内的英语教育的现状 你不是爱批评吗 你可以批评批评 你认为有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体制和教材和老师都有问题 可是也不能放过学生 除了你之外全有问题 爸爸也这样讲过 就是每一个人 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敌人 好 这父亲知道你的 对对对 我觉得体制的话 可能要讲一讲 这个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们从小学 这边就开始学 对不对 中国的学生 从小学学到中学 学到什么大学 什么英文 还是那么失败 我觉得可能就是课本的问题 我也是今天带了几个课本 我在美国就用这两个课本 没有打 没有什么打广告 因为我觉得我 男人给了你钱 那要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以前的书 你看 所以我以前在人大也教过 那就是说 我觉得人大 他们很多学校 还能补习班 他们一定要说 他们的教材 那你这个教材 比如说 比如说美国教材 他们比较 就是说会给你一个 pre-reading的一些question 就是说你要先读这个故事之后 先问问 然后会很多role play 就是说学生跟学生的一些role play 对角色扮演 对主要是学生要男女搭配 尽量漂亮一些 这样动力就会非常强 OK 好 这三点是游泳池 所以 这就是role play 最好在游泳池边 这个是最好的role play 快点啦 你听完了 好快讲 所以我像 他讲的半天就是role play 那么严肃的事情 你就让我 而且融入他的lifestyle 全讲对了 课本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激情 你没有激发 我学那个死板 他的激情就在游泳池 就是没在游泳池 怎么能有激情呢 他大意思把你要假的东西 全概括了 就是教材 咱听明白了 教材 让人没激情 对 还有老师们呢 我觉得说 也让人没激情 比基尼老师 你就会有激情 所以我觉得老师 就要挑漂亮一点的 就像你吗 我老了 我老了 所以我想 我希望就是说 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讲 可是最多三个方面 就是教材 体制 还有老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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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